欢迎收看由虎牙直播和斗鱼直播共同主办的雷霆荣耀杯 我是解说丽人 我是解说潇洒 我是解说北京微博13 本次雷霆荣耀杯5月20日开打 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通过虎牙直播站内搜索房间号660002 斗鱼直播站内搜索房间号998收看本次比赛的全程直播 除了有精彩分成的比赛之外 虎牙直播和斗鱼直播也在赛事直播间准备了丰厚的奖品 大奖iPhone15 iPad mini 永久皮肤以及KPL官方授权收藏卡等 等待着大家来领取 那今天的话已经进入到了我们淘汰赛的阶段 也就是我们半决赛的阶段了 那刚刚的话呢 在第一大场的半决赛当中 是由济南2W侠3比1战胜了武汉伊斯拉Pro 已经率先挺入到了我们接下来的冠亚争夺战 那么今天她们第二大场将会产生 济南2W侠她们的冠亚争夺战的对手啊 究竟是深圳DYG还是杭州LGDNBW呢 我们共同期待 共同期待 刚刚刚刚也是其实经历了很久的一个场中的时间 就是两边的选手都是在等她们那个首发选手能够 全部到位嘛 所以这深圳DYG和杭州LGDNBW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首先是赛程刚刚说到的济南2W侠 3比1战胜武汉伊斯拉Pro 接下来她们的对手 究竟是杭州LGDNBW呢还是深圳DYG 其实在整个这个积分赛 我们从积分层面来讲的话 还是杭州LGDNBW她的积分更好一点 她们是积第一名吗 她没输过积分赛 哎没有输过所以今天这场半决赛的BO5 对于杭州LGDNBW来讲 她们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了 还真是没有输过 就是深圳DYG应该是自己 不知道今天的这个首发到底究竟是谁呀 期待她们可能会出现一些人员上的变动吗 对对来看一下 相较于之前 首发来了小洛 赤城剑月小九和九凡 这是老干爹 在她们这次的雷霆药杯一直以来保持的手发 是的每一轮都是这五个啊 都是这五个其实打了很久 薄荷也非常的好了 这也是她们的优势吗 嗯就彼此之间配合的越来越默契 看一下DYG 小乐夏琳小心三更和二白 啊还是三更作为一个手发上啊 这个就是她们上一次也是这套手发 然后面对到老干爹的话 当时是在积分赛 被老干爹三比零战胜了 那这一波再面对到的话 想必应该也是有着万全的准备啊 就看今天究竟是怎么样一个发挥了 我们先来聊一下两个队伍她们的过往战绩 刚刚说老干爹在整个的咱们雷霆荣 荣耀杯是没有输过 那确实是没有输过 她们从瑞士轮开始 两大场全胜 进的第二轮积分赛 然后积分赛的话五战五胜 来到了现在是第一名 然后她们今天第一名打第四名的深圳DYG 我们说深圳DYG 她们在瑞士轮 其实也是两个三比零挺入到的 呃小组的积分赛 那积分赛的话呢一共是五场 然后五场里面 赢了两场 输了三场 这这个输我觉得也跟DYG她的人员 变动对她一直大的关系 一直就变了 是她在打瑞士轮阶段 那一会儿她们那个首发 还是让我们眼前一亮啊 因为那个时候我看她们是 千层一圈二变吗 对一圈二百千层还打挺好 那时候那后边的话 她们这个人一打散之后 可能磨合效果就没有之前好了 其实主要这个首发的变动 相较于她们之前来说是中路位置 和射手位置 她是有轮换 是的 对 那我们在开始今天的这个第二大场的 正式比赛开始之前呢 各位观众朋友们 雷霆荣耀杯总决赛将于6月10日 在渠州渠江区体育馆举行 不仅总决赛对阵的两个队伍将会来到现场对决 虎牙签约战队成都 AG超玩会和重庆狼队也将派出全一队前往现场 作为表演赛的战队参与其中 现场观众更有机会抽取iPhone15 iPad mini等现场的观赛大礼 现在票务系统已经开启了 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参与购票了 其实我们第一波的购票当时就已经是抢购一空了 大家非常的火热 那第二轮的话现在是临时又加了一些票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线下 看一场酣畅淋漓的对决的话 赶紧扫描二维码 赶紧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购票当中来 要截图保存 渠州渠江区啊嗯 那当然了还是要有自己喜欢的支持的战队吗 那目前已经有一支战队 就是济南2w 侠 已经是确定会去到线下了 是的进入到双方BO5教授的第一场 蓝色帮杭州LGD mbw 红色帮深圳 d y g 蓝色帮范围是鲁班大师和真鸡 大桥放出来 大桥放了 mw选不选的 因为最近得接 对但最近我们看到 行者LGD mw比赛 他们其实大桥他们不喜欢的 哦果然不要 又要朵莉亚 不会又是那一套吧 朵莉亚深测 朵莉亚打大桥吗 深圳 d y d 的大桥是 配辅助老夫子 嗯 老夫子先拿 在今天第一个波 我们是有看到朵莉亚打大桥 中间配了一个这个熬夜 但是效果呃没有打出来 主要是因为被对面猜到了 但现在的话其实还是有机会 但朵莉亚打大桥 收益不算特别高 看他配不配熬影了 拿公司离了 拿公司离 然后自己把你拿了 可以看我拿一个陪金虎 啊他们这个是啊 他们这个是那个 他们这个是辅助老夫子 所以说陪金虎不着急 还是拿个射手 比如说拿敌人杰 先把对线关系找到 他这如果拿桥夫配射手的话 他射手这条线一定要强势 是的 一定要是压制 能压制定性的射手的 对 后续搬掉了亚连 那关羽搬不搬 肯定应该是 凯关还是挺猛的 关卡确实是 而且也是很有效的 能够起到大桥推圈的作用 关羽搬了 左边搬的是下午三 他们没有搬 蓝铃王以及陪琴虎这种 节奏比较快的答应 许这个夏侯增加飞 怎么说呢 呃 飞可以飞可以搬 那我觉得老虎也可以啊 DYG如果想拿 嗯 这时候选择很多吧 都可以选 陪琴虎 问其他没有 要不要 把孙策抢 先拿个对抗路吧 你是觉得 好像MW又要拿孙策 对 但这个孙策打的不大 叫阵容其实还好 其实还好 但是他主要熟练度高 吉祥 吉祥嘛 那我就孙策了呀 是 打野到一手 康德位 好像MW是喜欢孙策打吉祥们 他们每次打吉祥们 都是用孙策打的 对 他对位好打 但是说这个敌人节 他好不好切呢 对的 双大也还行 可以 我觉得可以 目前看上去 敌人节对他威胁不大 哇 上官网啊 他拿到这个上官的话 对敌人节是有威胁了 上官的话 他配一手对抗路 应该是大概率是什么 要配合一手开团的 对 要有开团留人了 孙策吧 打磨 其实你要说玩也能玩 打磨不好 踢敌人节 只能说孙策好一点 就强开团嘛 反正得需要一个 强开团的点 还在纠结吗 这个他们应该挺熟的呀 对吧 他们每把 基本都这样 搞得跟藏到最后一样 但是早都想拿了 先开始就他们 每每个第一把 b5的第一盘都是 都是躲立亚生存 都是躲立亚生存 他们好像特别喜欢 哎 这边果然最后一手 还是闷起大夜 两边阵容都选择完毕了 这边真的是一个老夫子 打辅助配上战套 其实老夫子辅助 他的可行性 行性 我们昨天聊了很长时间 聊了很长时间 对结论是 就说服了一下大家呀 就是他其实和 编络的老夫子 作用是一样的吗 开团成伤两个点 可能容出力 是他经济低了点 但是呢 他的好处就在于 他不用在编络一直带线 他有大招就可以去找机会 藏事业 他的节奏会起得更频繁一些 那相当是一个开团手 他主要就是要他的开团 因为真的呢 老夫子阵容的时候 需要都是要老夫子去开视野 老夫子在编络的话 有时候要去带线了 没有没有提 没有时间开视野 那不如直接当辅助 可以一直开视野 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 坦度可能会稍微低一点 因为装备可能会稍微少一点 这就对于这套阵容的要求是 你打顺风才有得玩吗 对的 但是杭州LGD NBW这一套 其实是一个冲联挺梦的 搭配上他们的中路上关网儿的话 其实前期就很容易能够 去打开一些局面 是的 但这个阵容可能有点前中期了 就两边我感觉都不太能逆风 呃 甚至DYG的话 逆风的话可能问题就是处在于 老夫子的问题这边可能前排会扛不住 对 那其实两呃 另一边也是一样就 杭州LGDMW如果她陷入逆风的话会 怎么说的没有伤害 没有伤害 比如说晚而上天并不疼 工作人员进场直接蒸发掉之类的 可能工作人员进场打不到什么输出 不过这两手狂暴带的 让人还是觉得她 前中期伤害会非常的高啊 看一下 其实别的不说 首先DYG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看昨天 LGDMW打的两场播舞 嗯 她如果没有看的话 那开局感觉又要吃亏了 啊 还是熟悉的开局 这把工作力走中配合 呃 配合朵利亚 然后凯方 森策 抢鞭 对 凯方森策 小野 双进 对了 但这把其实 是DYG如果有思路的话 迪元杰走到中 啊 因为他不行大条走中 老夫子是辅助 对啊老夫子辅助抢线 就迪元杰 大条也就只能一个人走中 DYG的话 他其实刚打完老干爹 嗯 就是前两天 刚打完老干爹 对的 所以 应该是 比较了解对手的 对的 就这套阵容 很多LGDMW 去拿出来很多次了 嗯 来 看一下开局 这直接进了 直接是名牌啊 有硬的有硬的有硬的 DYG是直接换红 有硬的 直接换红 那还不错 有硬的 对 想好了 知道你肯定要入侵红区 因为知道自己家对抗路这边 是弱势 是 而下路的一波强剑 婉儿也是被敌人杰打了很多的状态 看分线也跟我们想的没什么太多差别 公主里会走到中路 达到一个入侵的效果 啊 其实两边 老夫子的位置 保姿加野区呢 是的 跟老夫子这边 自己怎么这么残了 一样吧 都是对方红区开嘛 嗯 中路 听中路吃甲没过 啊 中路吃口到这里没打过来抢 准备是被闷几个抢到了 公主里开狂暴 这边点 伤害虽然不怎么高 但想再换你 鞋量回来 啊这边反打 差不多吧 两边都不会磨擦出什么 相当性的打一下吧 也没有转什么上路有点危险 哎呦 记下来这边是把顺侧闪线 给打出来了出来了 但这个闪线交的挺早的 感觉还有机会 2221直接秒了 闪线再拉出来 没有吃到第二下打伤 是的 那这样的话 很帅啊 小乐单杀了 对线的一个继杀 能看到小鹿最近表现很亮眼啊 这把上来就先被小乐给单杀了 对小乐今天又改名字了叫笑了 笑了还是她之前也叫笑 她之前是那个笑 今天是这个笑 今天是咆哮的笑 之前是微笑的笑 哎 这个笑更 怎么说呢 生气了 生气了 感觉今天是要咆哮了 老夫子这边开二 想让他想让公司你打他 公司你不打他 刚看到孙策做了一个护驾鞋 考虑到对线的一个压力 但这个老夫子来打对线 说实话没什么必要吧 而且才三级也抢不过 但这边玩直接起飞 没起飞直接被孟琪 那有血量太残了 是的 哎在这边黄牌打一下 差一点把公司你受掉了 是的 那边孟琪要直接进红了 而上路的孙策 其实血量又非常的残了 这边 又被压到塔下 状态不是很状态不是很好 大刀也交了 两边大刀都互相交了 是的小的给的压力很多 就是捆了一个朵莉亚 是的 闪现没敲就把朵莉亚捆住了吗 d y g 好猛啊 哇今天d y g 状态开的有点满 要复仇啊 中午估计是一个门景环游 接上大桥的一三 可能控制拉满了 让我直接前来下去了 然后开狂暴想反打 但是状态不好 直接被秒了 没没起飞成功 对的没起飞 这样第二轮野区的话应该是 能够比较平稳的各自去拿 各自自己家的野区了 但这样一来孟琪 如果经济起来之后 这个凯就没什么用了 这波是等于偷这个小野 看一下婉儿 包括朵莉亚都靠过来的情况下 红霸夫是有说法的 但是这波大桥 草里面有一个老夫子 老夫子第一天大招也没好 拉一手哎哎没交大啊 哎拉个多利亚 感觉感觉不好打 因为大桥没大招也没蓝 感觉不好打 要回家了这波没蓝了 往这边六大圣 在老夫子这边是给到视野了 能看到的 老夫子这边有个大神 应该不会开直 过来帮我们一起开个视野 抢一下资源 不过这样一个开局 深圳 d y 即是三条路 各有人头是的 对方路是单杀嘛 对方路单杀 中路二达尔打赢了 对社府这边发育路这边 也是二达尔打赢了 绑了朵利亚 对后面又把一个朵利亚绑住 拿到一个朵镰人头 这种感觉是 d yg好像有针对啊 看了lg dmw的比赛 有思路啊这个换红 懂得都懂了 换红然后再加上 他前期的这些都很占品 因为我们昨天看到lg dmw的比赛 在前期基本上都是拿优势的 对没错 今天一上来就吃亏了 哦不要大闪 哎大闪 大到一波孙侧 他就找你孙侧麻烦 孙侧被捆着有点总贴啊 不知道针对谁啊 针对孙侧啊 他卡了个视野盲区 他就知道小洛会想着去支援 嗯 好了解 谁说这个老夫子 有熟练度的 有灵性啊 因为你要说辅助去玩老夫子 能有熟练度的 是比较少 不多 但是那边lgdmw也换了一条龙 对换了一条龙 这边河道又遭遇了 哎老夫子老夫这边有点扛不住 有圈 还这边卡的电梯 卡的出来了 还对他这边没有闪着玩在飙 那只收到一个先收到老夫子人头 我们这边有大招 那女朋友拉出去 不敢进这个圈 但这个蓝应该是守不住了 嗯 下路塔是守住了 其实我感觉老夫子一开始做 不做圈能走 但他硬等那个圈 哎 我们发动dnd有点扛不住伤害啊 有点没红吧 但是没红 其实这个圈我觉得 哎 这不生气都绕过来 打到大桥没击飞到 其实这个圈能做 但是他这个圈 他没有没有提墙 对的 他得站在墙 墙边上才可以 哦 小乐什么意思 被躲了 看到了 他没有被看到吗 还没看到 攻击这边伞就蹲这个伞就行了 已经能拉到这边 人一排是拽到了 最后被机场满收掉 再捆一个 可能是身侧 这边 这上班 打上去 敌人节跑拍再中 身侧要倒 这边把机场满先收了 玩而断大 这波没上天啊 这波没上天啊 没有这波已经上天了 这波上天了 大招是把一波机场满收掉了 然后剩 然后 落地之后 被一个门女朋友撞死了 主要敌人节是一直在旁边 进行一个输出点燃 那主要是你公司离心死了 对吧 这波小乐绕的 那个他是从轮坑翻上来 然后绕过来 躲了压站那个位置 估计没看到他 我们回看一下 玩而是伤害都给到那个 老夫子这边去了 对主要是机场满 我觉得先手开的是比较不错 飞飞 啊上天了 对然后这边是把机场满先 她是第二个大吧 对对她是第二个大没上去 第一个大的时候是把 呃 对面老夫子 飞到但老夫子坐圈回去了 不总总的换下来的话 甚至第外季这波团打完 还是领先了2000的经济 是的 而且就三更的敌人杰 在这一波是站住脚跟了 只能说如果当老夫子 经济再往高一点的话 可能MW这边很多输出 可能都要被化解掉 嗯上头想抓季晓满 嗯想找一波 但是你中路一塔压力很大呀 对的 这边四个人抱着推季晓满 季晓满应该要死 那应该是要被抓了 开开到直接砍 打射手 敌人这边反打 不怕你了我们在捆住 在这边圈还没给 不着急走 因为知道没伤害 麦女朋友在转过来 想撞公寸离公寸离个换位伞 但季晓满还没抓死 对 孙子这边是交了大招加闪现 季晓满没闪现也没抓到 娃儿也交了技能的 但娃儿应该是断 应该是没飘起来 他大招很快就好了 对的应该是没飘起来 这就很难受了 对于LGDW来讲 这波中路应该也越不了 中线还随便守 这波打完就有点难受了呀 这波打完 中一塔这边被推差不多 凯贝带走了 因为他二抓一没成 然后三手四的话 还死了一个 对的 这前期主要我们是更想看到的是 上关娃儿 他的一个上天之后 对对面的血线的压制 还有侧面孙侧的一个切入 娃儿和凯的话可能更多的是 前期要给点压力 但前期如果没给出压力 反而给对面上的优势的话 这个这种往中后去拖的话 当时呢 对外界弹度高下来的时候 娃儿越来越不好 是的 娃儿这边越来越低 这边娃儿要飞了 这波传装的不错 装的不错 装到一波双塞 嗯 连接这边是有二伞拉出来 但是大翔想进圈 没有选择叫这个伞 是的 顺秒了大翔 这这一波就是 娃儿伤害 伤害给上了 嗯 再来第二个 不急 阿姨大财 真的感觉到娃儿 她是非常想要在这个团战之中 把自己的伤害给拉满了 是的 敌人杰3-0-0 6000的经济 敌人杰经济还是很高的 但现在好像想出一个魔女 确实 因为娃儿他刚刚那一波上天之后 也看到那个伤害跟 孙策一起叠加起来的 压血线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对的 但现在其实伤害高的 其实也就只有一个 上高娃儿出对敌人杰有危险 嗯 这边老夫在草里墩应该捆凯 什么把凯捆住 孟琪往前连先打一套 然后 还有点扛不住 孙策这边 娃儿这边飘过来 但伤害很低啊 飘不动再刷个大招 想再飘 再被一脚踢过去 敌人杰收走 这边独立亚可能要走 被老夫自己拉拉回来 全部再输出 但这边孟琪最后只能拧到孙策 想着追不到闪现响一 但是被公送的一个换伞机 一个一拉走了 刚刚又是老夫子 扛了很多的伤害 然后直接坐大乔的电梯回家 可以看出来 网儿伤害已经开始有点乏力的 就老夫子这边出了一个救赎 救赎一档 然后网儿这边的话 只有一个事成之处 主要老夫子有 就比如他捆到一个人之后 他能一直在里边 哎 攒自己的被动 刷二技能 还有减伤 他还是很肉的 可以说好像LGDMW 除了一个网儿在打伤害 去公送的伤害 这老夫子来说 其实基本等于没有 那这个局对于LGDMW来讲 就不太好打了呀 你如果靠网儿去C的话 主要伤害 全给孟琪了 这孟琪其实把伤害吃完了 这种孟琪就是来吃伤害的呀 是的 他就是捆完凯之后 孟琪上去A 然后跟你凯换血 然后你所有人都打孟琪 嗯 现在大小的辉月已经做出来了 过会团战会更加不好奇 下你一波 这边孟琪拉出一下 哎 这边一闪 这边因为想预判一手 但没打到 那只能先拉走了 那凯砍孟琪 还算有点伤害 正好就圈放的位置是凯卡不出来的 中的点点点点叫个二三 往这边飘点点但伤害没有啊 太重 还有一个大 又刷了一个大招 老夫子这边应该是走不掉了 先把老夫子再走 往这边再飘 站在圈里面拿把女朋友撞过来 但是没撞到一波 撞到一波玩 撞到一波公司里公司里公司里 公司里面拿到后续没有伤害 能继续跟鸡小们这边一个二过来 这没技能了 差一点 把这边三天上来想收 但是也收不掉 但是这是在先秒掉老夫子的情况下的一波团 能看到杭州lgdmw 还是不太好去应对这个团战 哎有个朵利亚 但老夫子是个有走啊 嗯 其实倒了就倒了 孙子就撞过来 鸡小们想倒没倒过 敌人杰 敌人杰二几人躲在上面二几人减速了 凯这边走到敌人杰 那敌人杰没了 先把敌人杰带走 独利亚这边被鸡小们追着打 但是后续他伤害不够 往这边飘过来 找到一部鸡小们鸡小们跑得很快 还是能拿走的 对成功的撤得出来 而这个蓝buff 还能被孟琪给自己守下来 对的 嗯 因为小乐他上一波打出了敌人杰的闪现 所以他记得闪现时间嘛 就直接带人过来了 对其实小乐 关系第一时间如果能把船挡下来 那敌人杰还能活 小乐孙色的船挺关键的 刚刚这波转到敌人杰了之后 就能够跟队友一起配合秒掉 而且没闪现拉不开 这边又来了 这一船绕一下 有来扭曲 找到一波闷骑 鸡飞 他们没有人朋友躲了这个一技能 主要是卡你的位置 想要拿主宰 是的 我就想开主宰 主宰 老师走过来想有个大招大闪 但是闪好像没亮出来 无人权带 网上飘进来找一波大桥 大招开几个辉月 挡一手 孙子这边撞过来 先把一波大桥带走 你们在打人权 到了会的凯在里面狂砍 但伤害好像不够 因为结果老夫子很肉 老夫子这边追着 扶住老夫子 开个二开个一 但是还是有点扛不住 后续被带走了 这边剩下后面一个 凯最后被 机枪把一脚踢死 是啊 就没有来追击 躲掉再给自己刷一个技能 刷的是一 我刚梦奇在人群之中 真的是扛了很多的一个伤害 包括还有老夫子在前方的追击 鞋都没掉 上官网儿第一波团战 大招上天的话 输出是被小新的辉月给挡了 是的 然后陆地就没有 再补了个大招才杀了大乔 孙子是去等于是把这个人头收下了 但是网儿这波也没战斗力了 而且那你看这样敌人结 就没有人去限制他了 反手一张黄牌贴到了孙子 剧场板这一个拉拉的很好 直接拉了 直接把人拉到了一起 然后他们伤害吃满了 这个辅助老夫子比我想象中的要硬啊 好有用啊 老夫子怎么到现在今天才被开发出来 其实说与其说他硬 无非就是因为之前的老夫子大乔阵容 可能只有老夫子单前排 是的 但是现在他们这么拿的话 孟琪是个前排 然后加上加上机上满 其实他也是顶在前面的 然后 孟琪是前排的情况下老夫子就是 大乔他作为一个输出 他比辅助他比辅助大乔伤害要高 因为我们之前知道老夫子大乔是 老夫子是边路嘛 他其实打不出什么伤害 但是如果大乔到中路他有 他他的一三技能会比 对伤害会很高 他伤害加成其实挺高的 这这就说怎么说呢 这就说明老夫子大乔 其实这算就是进阶版本 这算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定位了 是的 其实你要说老夫子大乔 他可能正常老夫子大乔 自容他老夫子可能经济 就比这个高一点点 可能也就六千多 也差不了太多 六七千 确实差不了太多 对的 还不如你一个二技能开的好 是的 他这个老夫子的作用 其实也就是顿山的作用 其实可以说是把容错率拉高了很多 因为以前可能老夫子拿出来 你打也必须要配一个资格 但你另一边就开不了视野 雷霆然后被最早用的是 这个老夫子辅助最早用的是 就是他们 就是他们 他们是说明他们 其实对于这套阵容的理解 也是要比其他队伍可能要深一点 他们是第一个拿出来 但是他们是创始人 是的第一把没赢是后面被翻盘了 对 你看这个传状的是梦奇 打不动了 得公司力来处理这个梦奇 没坐上这个电梯 公司力这时候没破桥 打梦奇也是伤害有点乏力 确实不太疼 现在经济6000的领先 深圳dyg这边 眼睛有红 想往前面消耗一下 下高是用兵线自己推 上路二塔也可以顺势拔掉 这深圳dyg这套阵容其实比较灵活 这套夺利亚 结果上线处理的慢了 深圳dyg是先把上路线处理了 先去安宜包军 往这边摊下草 21看出来个迹象马 拉回来一个凯 打一套 要快比较热 不着急捆 开个救赎挡一手 然后给凯刷了个大招 深圳撞过来没撞到什么人 朵利亚这波也没大 机箱码就卡在你可能会来的位置 对的 那这波其实是杭州LGDMW 一下交了两个大招 深圳和朵利亚都没 深圳朵利亚凯都没大了 这边是只能给凯刷个大 导致这波团其实接不了了 一下大招交多了嘛 去往后期走的话 杭州LGDMW这套阵容 其实有点乏力 因为那个上关网儿 现在已经是打很多的这个伤害 已经只能落在一个护盾上面了 现在是越来越打不动了 老公子突然这个泳业 泳业之后估计 伤害更低了 一个多的 只能去找这大桥打了 大桥是一个没防装 还有辉越 就是大桥这个辉越吧 如果能把关键性伤害躲掉的话 自己加个圈大桥也倒不了 他其实可以早就会盯机下满 但机下满又不怎么好盯 越往后期走 感觉确实深圳DYG越好打 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是六千 七千的一个经济领先了 这波准备开一波双龙 然后D&D刚刚装备我也看了 他是本来可能感觉看样子 想出法球流 但后面感觉商业不够 现在除了是输出了 只做了个魔女 现在应该也是有个破晓 这位装备应该是在补足日了 老师的勇业所谓也是做出来了 主宰拿完之后下路可以不去啊 直接发龙 下路直接放安逸直进了 除非 杭州老干爹有一个非常精妙绝伦的团控 看身侧吧 身侧其实在前面撞到敌晏杰加上大桥的时候 效果还可以 老夫子要帮凯嘛 没有动手 是的 但这边朵莉亚的给凯又刷一个大招 敌晏杰在这边摩塔 下路先不着急转 但其实很转 一个辅助老师拉了你一下 你交不交大吗 对的 你交了就被骗了 中高也守不了 中高也守不了 下路还有这个强化后的主宰先方 摇个大招把老师摇过来 看看要不要买个专精装 现在是都做穿透的装备了 对的 这边直接把 起码高地全部推掉三路一破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买专精装了 小满破军出来了 鸡小满做一个破军啊伤害好高 哎在这边拉扯 老夫子这边低线没选择捆 凯先把大招开了 想看这个大招没的时候 可以到一块孙筒撞过来 这边孟琪给挡住了 孟琪一个人顶在五个人前面 孟琪把这边拉 先拉到一个凯蒙女环又撞过来 但是转了一圈 谁都没撞到 这边孙筒这边孟琪一脚踢死 凯这边顶起来开个大招 上来还可以 但是孟琪踩着 敌人家踩着空圈 就是空鞋踩着圈回去了 哎 然后可以点大招回来 那边至少还在点水晶 直接点水晶了 让我们恭喜深圳dyg 率先取得了bo第一局的胜利 这局的深圳dyg 基本上是一个 三线优的碾压局 感觉老干爹这边没有 他们可能开局 像之前说的一样 他们前面开局好像有比较好的构思 但是被深圳dyg给他平稳过渡掉 有点有点单一的这个开局 就是近红区 对对方直接是一个反近红区成功化解 被识破了 而且我们说到就是老夫子游走位的作用啊 真的是 还挺厉害的 就是如果前期不出什么事 老夫子坦度能扛住 像打网儿和凯 他前期如果能平稳过渡 你们队伍没有落胎都亏 他反正是把优势了 那其实肯定扛得住了 因为优势了之后 其实不是老夫子硬 是这个孟琪很肉 对 孟琪一个人在前面把所有的伤害全部给吃完了 有人帮他分摊嘛 对 这不是一个人要吃所有的伤害 而且对面也不太好去激活 老夫子 而且 整体他们的一个阵容打下来的话 就他能够互相接应 他不是说老夫子的单捆完之后 其他人全部都站到最远处去输出 那这个时候老夫子可能会面临一个被激活的问题 那老夫子捆完孟琪顶上来了 就你还得交伤害去打孟琪还得打老夫子 那这样子双前排互相分担 就会比之前 我们看到那种单老夫子一个人 撑的更久了 这个能想出来老夫子辅助的我是个天才 他这个老夫子拿出来之后 他其实你说他辅助吧 他其实是一手摇摆位 他可以看对他可以看你情况 然后再去决定我这个老夫子是不是放在这个 那最近几天全部都是辅助老夫子 到底是谁来引领的这个潮流 甚至另外几 现在再去 感受了一下发现这个老夫子的定位啊 应该辅助位的话 其实是和打边路一个效果 一个效果 然后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吧 如果用的好的情况下 就其实在边路老夫子 他的作用其实就是开个大刀进圈回 然后现在变成了辅助 因为老夫子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很难打输输的点 他其实打不了什么输输 所以说 你说把他放到 辅助和放到对就是边路其实差不多 捆捆就捆个大回圈捆个大回圈 反而让大乔走到中路的话 现在伤害能打的更高 然后还多出来那个位置可以选 其他的英雄吗 但是这个老夫子 其实以前他们配的英雄可能是连坡 这样的英雄 现在看到已经是被老夫子完美替代了 毕竟老夫子的开团能力肯定是比连坡要更强 但话再说回来拿堵利亚去打大桥 我觉得 这也不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 堵利亚打大桥 大桥也不好打 这一抢大桥放出来之后 升级地外 不是杭州 LGDMW放就是出现一个问题 就现在的比赛他们也是 他们甚至自己蓝色方扮大桥 在昨天有一把B5打满了 是自己蓝色方扮大桥 说明可能他们大桥 大桥估计没怎么练 对 春季赛就有这个问题 是的 春季赛当时别人放他们大桥 就故意放他们大桥 对 他们选出来之后 我打桥夫阵容熟练度不高 就配双边嘛 那这样 你我觉得他一楼 就是拿个堵利亚 对方拿一个大桥 加老夫子 我感觉就其实已经被counter到了 就 不要说这老夫子是一个游走 或者是走到一个边路了 嗯 很吃亏 而且前期其实尤其是对抗路的那个单杀 对于整体阵容来说还比较有冲击的 因为我们看到在团战的时候 对于小洛的孙策 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大家对线没有打出来的一个情况下 这把先是单杀了 然后再去找了不机会 等于是 可以说是前期可能需要靠孙策的资源 和这个控制来找机会 可能突然开播节奏 那他被卡在线上了 因为我们 变不了 因为我们说这个孙策拿出来可能就是